建議不要update all 為什麼呢 如果你update all按下去我就按過了 按下去之後等了四個小時 還沒結束 為什麼 因為update all 我剛剛講過 它會把所有Google更新的 所有的會用到的那個版本 各個API 通通download到你的電腦 那如果你的電腦速度不夠快的話 網路不夠快就是等 慢慢等 也就是說呢 這個盡量不要這樣做update all 那盡量是怎麼樣 available 你可以用available available就是你可以去選 選你要安裝的 如果說呢 你將來會需要安裝到 比如說比較新的版本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展開來 去找找看你的版本 需不需要的版本等等的 那這邊再去按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之後呢 它才會針對你打勾的項目去下載 打勾部分去下載 那這部分是補充說明 那當然我們剛剛用的是一個 叫virtual device這個選項 那把它弄起來之後的話呢 就會有個 這個virtual的環境弄起來 不過我這個環境好像弄起來 解析度太高了 這可能要重新再設定一下 沒關係 那弄起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 接下來就是 再來就要開發程式 那剛剛是Inport我們的這個練習題 不過在Inport之前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建立一個 一般都是從那個Hello World開始嘛 那建立專案的流程怎麼做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在Android 如果你已經把這些環境都搞定了 其實搞定這個環境也是 這真的是太多地方要 細節要注意的 那接下來才是剛開始設計什麼呢 這個環境呢 Eclipse基本上跟Java是通用的 Java專案也是用Eclipse開發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是Android專案 所以呢 請你找到 在這裡 檔案新鍵裡面 找到Android Project 這個地方 點它一下 那接下來就給它填幾個 新鍵 然後呢 這邊Android Project 接下來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做好了 比如說第一個 Project名稱呢 我們叫做好了World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你輸入好了World 那底下的部分呢 請你再點什麼呢 我們版本用2.1好了 因為考題用2.1 那請你把這個Project名稱 這個ApplicationName呢 也可以叫什麼呢 叫這個 其實我的習慣是這樣 你可以這樣子 把PackageName 這邊 這邊請你把它也是一樣 叫HelloWorld 不過呢 它有點像網址 比如說 我們學校 當然是T